被其资料到底有没有在节目上 影射蔡英文探视临终党工造假 陈明毅有话要说 我当时想要完整认述 这个三只小猪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画面中 我被刘文雄跟徐家庆打断 说我严重的指控 说我的影射 我当时将这个话题停下来 我接着就直接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我没有影射 我也没有指控 我清楚地很说明 我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没品的 这是没有人信的 自认发言遭断章取义 陈明毅不满提告 到底当天话怎么讲的我们还原 蔡英文在登记完了 也是讲一个故事 他说他一个党员 已经在名流了 然后等着他去 他到那边握着他手 告诉他说蔡英文来了 他就往生了 蔡英文也哽咽 这两个故事好像 如果讲故事可以 就像我们今天 好像我看到一篇报道 品德教育 品德教育 去捏造一个虚实的故事 来教人家品德 捏造这个过程 就没有好的品德了 你这就是说 没讲运 我们这一位党员是真实的 我们这一位党员是真实的存在 你是蓄意的隐身 你隐身他逼故事 对不起 打断成一千千万 请我们上一句 没有说 没有捏造的 我刚才在讲这故事背景很像 是我要描述的东西 不是故事内容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会跑到他们 你们亲民党党部楼上去问说 你们有个老人家过世 我哪那么没品啊 我也不会去问民进党说 你们有个党员 是不是他牵着手 就民流过程中就往生了 那个时刻 我不会去做 你觉得很戏剧化的意思 对 不是戏剧化 我不会做 做这么没有人性的事情 可是我说两个故事的时间点 情节是很让人感动的 那这个是说故事的能力 只是描述民进党很会讲故事 却用品德教育虚构的报导 做比喻恰当吗 陈明毅先生对自己所说的话 不敢勇于认错 还要继续用司法提告 这个我想人民自由公平 明毅兄应该小心 很多的话 很多的这个饭可以吃 但是话不能乱讲 不认自己有错 陈明毅大动作将提出告诉 但风波已经发酵 党工林隆臣家属 北上要求陈明毅道歉 这点他承诺会非花脸一趟 我很乐意 我也很尊重 很尊敬的心情 我订明天的机票 我会到往生者家属 林前去上乡 我认为我要应该去跟他 在临终前这样坚持 自己的理念去致意 陈明毅节目上 到底有没有失言 我们还原来龙去脉 交给观众来评断 三地新闻 中央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fleet заг